也就是我们如果在这场生活里面 知道错 我们每天都检讨自己 关照自己 然后在这方面呢 又有修行 有誓愿 这样还很好 这个世界的誓愿 这方面是这个地方 然后再去串通 所以就一步一步检讯 所以 好 治疗不够 你不能学佛 他没有讲的 你看平常的人如果不是啊 为了删他 他很慢命的去赚钱来留下 很多东西都拉出来 怎样去学佛 所以法越来越多很好的法 我们也不懂我们做过什么事 所以我们也要用一种方法来留去做 他密集里面就是说 用一些控慢打的方式 我们知道很多东西都是一个内心的显现 我说我供这样多东西 其实都是 一切微星上那个新的心念显现出来 一个这样的样子 挖火的方面 所以他这方面的供就是说 他把整个宇宙里面 最好的东西带出来 供给什么 全部佛菩萨 还有个归于经这方面 所以那方面呢 他就也是 重点呢也是在说什么 accumulation 累计资料 你累计资料 有清除业障 这个重要的都完了 另一点他就是 喪失与教法 喪失与教法 都是盲从的跟那个喪失 你了解那个根就是一个高生大的 一个很有慈悲心 真正为佛法 重点在慈悲心 有学识的 现在莫法是不可能很完美的 有了那个师父 你知道历代那些高生大的并不死去都没有了 他们永远都存在 因为他愿意在那里 所以他们有一套就是 你跟随你的愿意一定要 坚持我 使我能够顺劲力力去实行 到最后是什么呢 他所显现给你看到 他已经是清静了 他也要你到最后了解到 你和我 我这个上师 那个心 佛心 是无二无比的 这个就是 上师与教法 那个师父 讲来我就说 这些都是为了修心 闭关目视 闭了 为了出来 人家觉得 我不同了 好像以前有个韩国的师父讲 他们那边有些闭关的 一闭关出来说 我撑破了 你们要拜我 你们要给我这样 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过了之后呢 也要懂什么是自卑心 所以他这边就好像说 package 全部东西都是在里面 在闭关的时候就 ok 这几个月里面 你就修了 整个菩提心是什么 修了之后 你要把你的力量带出来的时候 你一直在修的时候 你还要做一百千大礼拜 共万法也是 那种观想方面 也是一百千 也是一百千 哇加萨道也是念一百千 有些念佛 那个学了之后呢 我们 我们那个时候 这个要讲到 这个是前行 法师是很清楚的方面 不管是尼玛派 他妈哈族派 或者沙家派 皇派 那些 都是有这些 比如三重佛法里面 大体上都是一样 只是高僧大的 出现不同 所以才有这种派系 派系并不是要斗争 就是说 赐于某一堂的众生 他们可以去跟他修行 所以 所以 在那个 这边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就是 应该是跟他的分享 尼玛派系 我们这个白派的主师呢 是吉田松公 就是 经典必须有讲到他的道来 就是他是龙氏菩萨的化身 没有龙氏菩萨 没有哈圣化身 对不对 释迦摩尼佛 那个时候经典 五百年后 会出现一个龙氏菩萨 会把我大乘的音声 产阳讲得很清楚 保有智慧 同性 引起信仰方面 都会讲得很清楚 这个就是一个成果之道 所以 这位主师 吉田松公 呢 他那个时候呢 他跟 就是 哈摩尼佛学习 哈摩尼佛也是 那个时候是 甘波巴大师 甘波巴大师是 战船里面 他们叫做 the life trace of Tibet 就是说 没有他没有整个战船的破坏 这样的精粹的破坏 就是释迦摩尼佛 所以 那个时候呢 他就问那个上司 他说 八幻事件法能这样多 甘相折不这样多 如果一生要全部学好 或者只是要念吗 都不简单 不容易 现在我大概领略到 要走的那方向 要聊一聊 或者是什么 你可以不可以给我一个法 一个法 全部都在里面聊的 我就行那个法就好 我在这一生就要两个生命 就出现这个大 什么应该叫做 大一有之 五之 就是五个方法 每一个方法 都是可以 使你成佛的 哪五之呢 第一 修一菩提心 修菩提心 四十菩提心 胜利菩提心 第二呢 修什么 本尊 本尊是很多 是一个佛的显现 有些人喜欢愤怒相的 有些人喜欢激进主 看众生 本尊的修持就很严格 就好像法师所讲的 以果为云 你本来都有那个佛性 本尊有性 你就是以那种幻想 你本身就是那种佛 从那边呢 串系到最后呢 一个比喻智慧 变成真正的 真正的那个智慧 显现了你朋友的东西 那意思是说 如果你炒饭 你拿沙去炒 永远炒不到炒饭 有米你才能够去炒饭 你有清静心 有佛性 你哪能够成佛 所以这一点就好像 法师所带出来的 就是说 你应该对自己要有信心 你不要说 那个 哇 三大阿圣 这些佛胎要成佛 我不能够的 我现在还是 跟次数医去享受一下 但你永远永远 是在痛苦之中 你要了解到 我本来有的 这样就会激发我们 我们说修道 好像我们修道里头 我们看到 很多人也是这样 修修修 修道就好像觉得 没有力 一样的 就是说 你对佛法里面 很深的认识 就是好像释迦心里面 有一个部分 人生难得 因果业力这方面 无常死 如归是谷 因果业力要懂 这些你要把握得很清楚 如果你了解到 哇 现在我得这个人生 是这么正规 又能够在这个地方 好像法师的地方 全部设备都有了 应该很满足了 法也有了 老师也有了 样样都留了 是吧 珍贵的 这样你要怕什么 你要怕死 我就说 怕死不是说 我的意思是说 你知道那个死要将来 快要来 你现在有这个法 你就要精进修修 你带出那个时候 你就发现到 你本有那个潜在力 从前面发出来的潜在力 是这么重的 强大 不管你是谁 样子是谁 高低肥胖 你都有那个的 所以你明白死将之 因为是好像我们念 看出来里面的 那个 自己已经越来越少 如少是鱼 那个鱼里面的水 越来越少 不救投来 火都烧到你头上 你还不赶快突厌 快要死了 你可能又再遇到那么多 你还要回到 你想到的时候 你本身那个潜在力 就出现了 所以地管里面 他有 这一套来去 启发 在我们这张圣画里面 我相信法师有其他会带出的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在你念诵经典里面 你去注意一下 汉船里面隐藏着的 里面都有 我修行里面都有 就分享之中 你们自己看就看 讲回来这边 从那个本尊修是比较严格一些 像说这么 头发要留住 这个也是修本尊有关系的 然后 然后 过后呢 你就 就下去了 你就明白到 佛里面的三身 法身 看不到 对不对 释迦牟尼佛也是法身 他现化身的 形象 很多菩萨 在那个菩萨的境界 很壮严相 佛也是在那边一直度化到 三波咖喀喀光 到身佛的形象 这三身里面 是不是又具分别清楚 这三个不同 这三个其实都是一样 两个最后 报身化身果 是要度化众生 因为慈悲力的关键 显现出来的 其实是一样 所以他上场里面就讲的自信神 佛头的自信里面 其实是从那边显现出来 也就是我们所讲的一切无一心照 所以你一明白这点 他那边就有整套的道理 你就去修 去更了解这方面 你的千真心 你的 把你的力量慢慢慢慢带出来 在那个境界 你都可以到最后咬雾 你的清静心 成佛 成佛有时候 现在很多人就是 你要像释迦摩尼佛这样 这不是你打扮成那个样子 不是嘛 对不对 可以的话你去找那种 那种 plastic surgeon 就是可以整容那些 像释迦摩尼佛一种 不是 是内心方面的状态 好 那个学了之后呢 这就是修大手力 已经很稳了嘛 在那个时候 你在 静坐的时候 你双盘 以前往一度来都是盘盘 一静直到你境界 双盘 12小时没有任务 所以你可以看到 原来他很有吃低 每个人都可以做到 很有吃低 所以 此方面的禅远就学 官方日常 紫光三韵 到最后呢 就是大手力境界 大手力境界 和所谓的大圆满境界 没有什么分别 方法有一点不同 但是靠 主要是 看那个人 对其 气急 适合不适合 也好 大手力境界 过后呢 还是怎么样 最后一个 大英语字里面 迴向 就好像我们说 任何事情要迴向 然后他的观点是 这个战长风 你能讲的一点 是我觉得非常重要 他说 他问一句话 好像今天生命大事 他说 你讲回向我们 做好事 比如说累积了 一生生死死 这样多事 数不完的了 啊 这样多三次累积出来 应该是成佛 做梦不能成佛 你不会回向 你不会人家有好的 你随起善到 所以呢就是 一滴水一至海的 他不是一滴水 变成整个海 所以你每次累积那功德 你就是 即刻就回向 可能你过后 有一些东西 事到你 忽然间又不能 警觉到你去 承恨谁吗 去做错 你不会说 火烧风灯 你全部那功德 又少了 那已经回向了 所以只把这个回向 那个回向 那个回向有一个特别的文字 就是 空甲中三观的那种方式 来去回向 你就可以 在那边 百迁的那种念双 你就念到就是真正的 那个回向的 那个 从那边你都可以 进入一种空心的境界 能够大肆无疑 那时候讲的大肆无疑 所以好像刚才法师讲的 你讲的 如来藏 清静心 我本身呢 就是 不是一个学者 我所了解的 我不管你讲什么 或者心经要带出来的东西 所谓的清静心 大手印 大圆 如来藏 博越智慧 讲的都是一样东西 以前的大大有时候 在大安波大学 六七年会变入一个空心 或者其他的方面 他们是 为了当时那些信众 他要比他们更肯定佛法 他们来讲 但是 有些法文啊 密序里面 他们所讲的寄生的话 他不需要这样 好像餐桌 是指心性嘛 你本有的吗 直接只不用弯来弯去来 去抖一个大群 所以 从这点我们也不可以批评说 他要这样走的 不对 他这样的我的是最好 有些众生是很喜欢 学术方面的 我所修这方面呢 他是自戒的 自戒之中 我到最后呢 是不是说我丢掉全部 我还不能 我还是觉得 你越学你越觉得 我法师教练带出来的 你越觉得更多东西 你更要前学就是说 要继续学 继续学 学到真正成就 要有这种心态 那这边有想带出的是 人间佛教 人间佛教是很好 很广的去 顾众生 但是我们要了解 佛陀的本来 我本身认为 希望法师能够再 给我一些分享 如果是所谓的人间佛法 你到最后就是 使到他们求福报 这样 我觉得还是够的 你要了解 佛陀 靠去了那个黄蜂 去寻找那个道理 最基本的讲 生老病死要解决掉的话 是什么原因 是要了脱这个身体 不管你说 所以说 我这身可能做不到 我就不要去做 我享受自己 喜欢 享受一下 做一个人 我要享受一下 应该了解到 那个 你乘六道轮回 那种苦是什么 就是文师修里面的 文的十个版面 慢慢要带出来 所以 很多时候人间佛法 他就要靠专业 给他知道了 其实 真正的那个 永恒的快乐 所讲的 就是我们在讲的 成佛之道里面的开悟 其实真正的开悟 要以一种 很现代化的话来讲 就是说 就是 直到你离苦得乐 我们所讲的 文字比较简单 我们要安乐 一丝一丝安乐下去 然后呢 这种安乐 并不是建筑于在自主身上 是希望全部众生 都能够比较 很原油的 把他卖出来 然后这方面呢 离不开 师父这边的两个 识会和识会 大吃大福 其他宗教也有识会 但是 佛法讲的是 超越了时间性的 大吃大福 我想还有一个问题 因为现在很多修行人 包括出家人 他们都很想好好修 那好好修 一般第一个想到的时候 是不是能够进去闭关 但事实上大部分我看过很多闭关的 闭关的结果都没有他们想象的好 当然我们客观来看 也没有看到他比较明显的进步 那我相信这个里面 当然很重要就是 当事人对闭关的观念 不是那么清楚 还有他闭关的方法 可能也不是很正确 然后另外一个 可能就没有很好的 闭关的人在指导 所以万一出了什么问题 可能也没办法解决 那就懈怠 就算了 所以好不容易进去 然后就在里面打罚时间了 那在这方面 因为我知道法师也是 闭关的一个指导老师 是不是能够给这样子的一种 观念 给一点点指导 就要怎么样子才好 就态度上 还是那个时间的安排上 还是心态上 指导就不办了 因为我指导法师是很了不起的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是觉得就是 看个人的因缘 闭关有 怎么去看个人的因缘 看个人的因缘的意思就是说 有些人他有那个因缘 有那种时间 可以一下子 闭这个三年管 他并不是说 你没有那个时间去做这种传统 照我来讲 传统帮 闭关就并没有的修行 自常生活里面 只是一种继续 然后现在这个时代 这个社会已经是 使到很多人 身不由己的 已经要去做他本身的事情了 是什么 事愿有时候也是会这样的 你就要明白 闭关的意义是什么 闭关的意义就是修身口意义 身清静 口清静 意清静 他们最基本的那个说 进入那种闭关就是说 并成你 好像我来讲 我佛法是看了 也不是做很多很多 我是从事迹经验里面 到最后 还觉得说 我佛法讲的那种东西 其实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本来有那个智慧 所以在智商生活里面 也可以变方 然后现在呢 你三年不能的话 有时候你有时间 一两个星期 没有时间的话 其实你在智商生活里面 做律师也好 做脑一行都好 你精心经验去做的时候 那个纸和关都在那边 你都 那智商里面 你都能够闭关 但是一有时间的话 好像 实验是最好的 法师这边 他也已经很慈悲的 有一些地方 他也不注重的 机会 你看你房间 也可以闭啊 好像这边 这两天 我在那房间 我觉得很舒服啊 我都觉得可以 我就不出来 这里面 看点书 哪一方面都可以拿来 做一个闭关 你先了解那整个大纲 然后 然后 这样像 法师所讲的 你也用音乐去做闭关 如果闭关是有时候 没有很能够清楚的 或者 有些人挺大 或者固关的人 有没有那种 比较正确的念头吗 或者那边环境 有时候 一些突然间一些状况出来的话 也会半途 所以他们 他们有时候就 很注重的 没有进闭关之前 你都要和旁边那些 非人什么 都要有个大交道 我真的跟你闭关 不要来烧了 还有 而且 一套的那个方法 每一切 每一切都 都要去做办 然后 我是本身觉得 现在的人呢 就适合有一种叫做 比较不用溜气的闭关 就好像说 如果我 有一个闭关的道场呢 他 他先来就给他 知道闭关到底是什么 给他去诚试一下 可能是他能够来三天 两个星期的 然后 可能迟一点的 他的道性比较好的 他有比较那种时间 可以一个月两个月 修完一个课程 他再去做他的事情 他觉得 他累计 时间够了 他又再来 要做另一个 慢慢的做 我有看过这样的人 他 他可能用了七八年时间吧 最主要我们要 精进要有那个痕迹 好像 我这次闭关 这种姻缘也是这样 我本来讲是三年闭关的 闭关老师 生病患了另一个 反正又患了另一个 再患多一个的时候 他说 我要你从头开始 已经差不多要完了 从头开始 又在做 又在做 那个 如果你去想说 我本来一关中 这样子浪费我的时间 不用去做其他 吃亏的是我 那时候说 我是出家 我可以继续去 你就发现到 第一次和第二次做的东西 又不同了 你发现到更多的事情 所以 不要小看你学过的那个东西 因为那个心念 我们的心念 就算你静坐之中 你都看到有很多很多的 那种很多 感应的那方面 不要像 文言经所讲的 五十三网 你要注意 不说你看到光 看到什么 你就觉得 我还是要继续 继续的 靠开这些 继续继续 把这些网面打掉 慢慢刷 所以 我本身是觉得 怎样讲 无趋静修 自有很新鲜 你单独的 是在你的光法 我认证 你去静修 你朋友的那个清静心 他会 算那个显现 像大圆满和大手腕 讲到最后 你静坐哪里需要所 一个珠像的 一定要看顾心 一定要属心 起初这些都是很要的 那就很原用的 他好像一个蛇 你把它绑之后 他自然的解 解 那个蛇会 解掉他的解 很坦然这样做到 一个境界的时候 自然的慢慢的 你就会看到你 你说那个子方面的 那个念起 一个念落之后 慢慢那种激情的 慢慢就延长 从此之中 你慢慢就团 对 那反正慢慢的 时候 到最后你就会 表现 但是 走在这个路子上的时候 千万千秒 不要 暴漫 要有太多的 五字 要很虚心的 一直学一下 记不记得 谢谢 谢谢 那个 是 刚刚有法师的开示里面 我们晓得其实 最主要闭关还是在怎么样子 把持住你那个清静的心 让你这个清静的心有一个目标 可以在上面下功夫 可以去验证 那 所以 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其实 刚刚法师也提到 就是 其实子跟观 观是 子的目的 但是 没有子也没有观 也就是说 心里面一定要随时 有一个目标 就是 心里面有一个 有意义的目标 那这个有意义的目标 当然就 从 开发你的 心性 然后 掌养你的功德有关 它才是有意义的 如果说 只是为了达到某一种目的 然后达到以后 他 也 显现不出什么功德的话 那就不需要浪费生命 那 刚刚法师也提到 就像 我们拿一个绳子打个结 那 到底有没有打结 那 要怎么把这个结 给解开 我们 其实我们的思想 随时都在 像一条绳子一样 不断的打结 就当我们执着的时候 就已经打结 思想本身没有结 但是 你只要 自己 自作聪明 然后把它变成一个束缚 它就是结 那 这个思想的 结 跟真正的绳子的结 还是有差别的 思想 照道理 本来没有结 你再怎么打 都不可能有结的 但当我们执着的时候 比绳子打的结 还难解开 所以 怎么样子 处理我们的心 其实 只有佛法 还是 唯有佛法 能够处理我们心 所打的结 然后 也 才可以 导正我们 有很多企图 有很多愿望 但这些企图 愿望呢 其实都是基于 那个无名的欲求 那个意义都不大 那我们学佛 或者修行 可能最重要 可能还是 建议在 我们刚刚也提过 建议在 本来清定的心上面 然后由这个 返回来 去看穿 我们以前 因为无名所造成的 中文习气业力 如果你有这个再来看 那个你就会觉得很好笑 怎么是这个样子 包括像我们闭关 闭关 闭关就因为慢慢的把那个心 透过刚刚那个 有目的 有计划的一种训练 慢慢把那个心 给 降伏了 给训练出他的 能耐 这时候再 回来看经典 或者再来看我们的习气 你会觉得 一看经典一看就懂 看到习气 一看就好笑 怎么以前是这个样子 那 以前那个样子 现在看到 那个样子很好笑 不是就解脱了吗 还要去把它打开吗 不需要 不需要再去想办法 把那个习气再拉 拉开 你就看到那个习气好笑 就已经不会再犯那个错了 所以 我想那个实修 其实有时候 比我们只是用 文实修的那个文 去探讨那些教理上的 尝试知识 来得重要的多 但是这里面我觉得 因为 我们常常讲 末法时代 末法时代 其实一个最清楚的现象就是 我们很难修 没有修的条件 不是你没有修的条件 你那个心不想修 那心想修呢 外面的那个吸引力很多 随时会扰乱你的身心 所以我们称他为末法 以前的修行者 或者尤其佛陀时代 那个真的是很单纯 那而且就是大师在旁边 随时 他看着你 给你几招 你就可以 正 正圣国 那现在 我想 那个三藏十二部都在 也就是佛的法身色力 其实从来没有消失 从来没有消失 那 重要的是 我们怎么样子 再去跟他相应 那刚刚 在前一个问题 法师也特别到 以前学佛最重要的就是三皈依 皈依佛 皈依法 皈依身 那么请问各位 你现在已经出家 是三皈依还是两皈依 后面那个是什么 后面那个就是皈依身团 你本身就是身 我们怎么样子在身团里面 把这个身团给强化起来 把身团的功德和合性 给展现出来 这就是皈依身 那我们要皈依的佛 其实 就是皈依到本去的那个清静心 也就是本觉 那是真正的皈依 那皈依法是 你的所有起心动念 都要如法如理 这就是真正的皈依法 那皈依身 刚刚我们讲过了 我们出了家 皈依身就皈依身团 在身团里面随时 把佛跟 把觉跟法 放到身团里面来 那你就是一个和合生 你就是身团里面的最好的代表跟示范 所以我想 尤其在这个末法时代 我觉得我们 身团的责任 真的很大 如果说我们 已经现了出家乡 还没办法修行 那就不只是末法而已 根本佛法完全灭希望 如果你都已经现了出家身 还找不到修行的方法 还不能改变身心的话 那几乎佛再来都没办法救 所以我们一定要不能留后步 就不能说 我这一生 下一生再说吧 你这一生就一定要有一个 确定的动机 很强 我这一生一定要 在这一生里面 让自己至少达到新的解脱 身当然 其实 大家坐在这边 我觉得 可能你没有解脱 坐在这边 酸酸 脚在酸痛 那个没有解脱 不然坐得好好的 有什么没有解脱的 但是我发觉 末法时代还有一个很大的毛病 就是每一个人都喜欢看到自己身心的缺点跟病痛 就你整个心 对法的关心还没有强过对你身体 那份爱护的关心 这个是要不得的 我是要借这个假身要修真法 整个 整个 重点力量应该摆在法上面 不是摆在这个身体 它是工具 它不是目的 如果这样 沉着必死的心 就是说我 把这个身体好好在这一次好好用 因为我有这个身体 但是 这个身体不会让我成佛 但是因为我现在已经有佛法 佛法能让我成佛 但佛法自己不会成佛 还是要靠这个身体 那这两个就找到契合点 我用佛法应用我这个身来达到成就 达到对绝的一种现观 或者绝的一种能够透过我们的身口 所以来表达些什么 我昨天晚上 有看一本书 几乎把它看完 就是那个大陆一个112岁往生的一个净土中的高僧 他一辈子不认识智 就是只念一句佛号 到最后很清楚的很安详的很自在的走 那也可以由这个例子呢 当然这个例子跟我们现在的所谓念佛就好不一样 千万不要把它变成等同 你要看他是怎么念佛 不是只念佛号 他单纯到 而且信心确定到 知道 阿弥陀佛跟他的心是五二五叠 他就用这个信心 一生就这样修下来 就他的心就是阿弥陀佛的心 那嘴巴呢 不是讲一些法 大概就是念阿弥陀佛 这身口意几乎都是阿弥陀佛的一种相应 这样子是真正的念佛 因为他念念是佛 念念是佛 不是每一个嘴巴念出来都是佛 不是每一个念都是佛 这个才是真正的念佛法门 也是我们刚刚在强调如来掌 如来掌到最后其实要回到 藏着如来的智慧功德的这个心 你要把它找回来 要回到这边来 这样才才真正有用 真正有用 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很殊胜就是说有法师 他走的很精彩 就从律师然后出家 然后就走专修闭关的路 直接从心这个地方下走 直接从闭关下走 这是最直接的路 但是说实在的 要走这条路也是要累生累劫有因缘 如果没有这个因缘 很想闭关找不到闭关的地方 找到闭关的地方没有好的指导老师 所以其实这个也都不是那么简单 但是我想最后我想就是用一个来分享 就是我们都要把自己当成这一生事来 是法就表现法 你一定要我这样担当 这个也是果地哦 那是果 我这一生来 我不敢说是成愿再来 但是我这一生当下做发愿 我希望我把我们的这一生 变成是在实践 检验表现法 它正确不正确 你若有这样的信心 那我相信 佛菩萨跟正法一定随时会 跟大家在一起 随时跟着你 那我个人当然有一点点 一点点修行的经验 就是说尤其最近 越来越感觉 佛菩萨 跟自己 好像不可分 就跟前面那一百一十二岁一样 越来越感觉到 那那一天 那一天跟一个朋友去 以后我有机会带我们去 屏东 屏东那边有个步道 很漂亮 很漂亮 它虽然海拔不高两百多而已 但是它整条那个登山步道 完全没有太阳 就在那个森林里面 旁边都是那个瀑布吸水在流 那那一天就走到中间那一段 有一块大石头 那带我去那个 那个朋友 他就先跳下去 跳过去 那我也就想说 虽然年纪已经不小 六十几岁了 应该还可以 之后我就跟他就跳上去 他跳上去就在那边静坐 他看到了他就觉得很珍贵 就这种镜头 他就拍了一下 结果拍完也又他自己吓了一下 那个人是完全不信邪 拍一下 怎么打开来的 就点看他拍的怎么样 五彩光 哈哈哈哈 那不是造假 不是造假 真的五彩就这样 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其实我最近就一直都是 我们这一尊 我坐上去就马上 念大观点真言 然后马上 就做那种观想 结果他拍下来 真的有了 所以我是觉得 当你的心坚定到对法 坚定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 这时候你就可以表演了 在这样的身心之下 其实我们肉眼可能看不到 但是那个东西可能看得到 这些可能看得到 他拍下来他会表现那个 所以 讲这个不是再慢用说我修的好 不是绝对不是 但是好像最近 有不断的有一些信息 让我越来越清楚 你真的是有任务 你是要来弘法 要来表现法 要来表现法的 我想我们每一个法师 都应该有这种承担 这就叫何担如来佳义 好 好